那么pipeline接着完了之后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nog这一块 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讲过 在setting里面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参数 叫nog level 对不对 nog level 我们前面讲 等于warning 对不对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我们当前整个爬数呢 只会输出 比warning等于warning 或者比warning要大的 高的这个等级的日子信息 那么比他要低的日子呢 都是不会输出了 对不对 那下面呢 我在这里写这样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干什么呢 我们写个warning循环 比如warning warning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定了一个item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imprint一下nogin 还记得这个方法的使用吗 nogin 这个模块用过吗 应该是用过对不对 在前面的scrappy 还是在前面的这个jango 还是flask里面应该用过吧 用过吧 没有 只有其中和他们讲过呀 大家没有学过吗 首先nogin这个模块呢 就是专门我们pith里面提供的 内建的帮助我们设置日子的这样的模块 它对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warning info debug 分别代表的是 不同等级的这种日子 我们可以自己写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个item 在这里写个item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在这里写个item的效果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warning这个等级的 warning这个等级的把这个item输出出来 明白吗 现在我们print一样 我们之前是不是可以在这里print呀 那现在我们不再print了 我们使用login这种方式去把内容输出出来 那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不print而要使用login呢 因为我们print 我们当我们程序代码比较多 爬中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在这个pn文件里面有print 另外一个pn文件也有print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我们到底 我们会不清楚 我们到底是在哪个地方print的 而且什么呢 而且我们print它只会想在中文上面去 并不会干什么呀 并不能把这个内容呢 保存在我们本地 而我们人呢 他是不可能听着这个屏幕去看的 当我们程序跑起来之后 我们也要去吃饭 要上厕所 对吧 要睡觉 那我们吃饭 吃饭 睡觉 睡觉的时候呢 说不定他就突然程序挂了 报了个一场信息 我们看不见那边 可能就过去了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使用login这种方式的时候呢 就可以怎么办呢 就可以通过相应的方法 把这些 我们通过login输出的内容呢 保存在我们本地 那当我们睡觉 吃饭 上厕所的时候呢 回过头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看一下 保存在本地的这个log日志 我们就可以知道 之前程序的运行状态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使用login 明白吗 这是使用login的好处 那么怎么用呢 我们就直接拧破login 然后login.warning 或者说debug 或者说info 大家看这个题上 都是可以使用 对应等级的内容 来输出一些东西的 那当然了 我们刚刚在这个 set里面写的一个warning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就要 使用warning 和warning以上等级的 这个方法呢 才能实现 把这个内容输出出来 否则的话呢 它是输出不出来的 明白吗 所以下面呢 我们可以跑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那scrappy craw 加上这样一个itcast 写错了 clawr 这warning也写错了 warning 对吧 这个urr地址 它估计起来不成功 也是三达乱点 这地方可能会爆错 也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使用多个一边某块 打在itum的内容 里面就是come from 和itcast的 是不是这个内容 然后前面 然后前面这是什么呢 这是时间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日志出出的位置 然后后面这是warning 是什么呀 日志等级对不对 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格式呢 这是因为scrappy 它已经预设好了 如果说我们使用 nogin模块的代码里面 去用的数量 它就会是这样的格式来输出 当然这个格式可以自定义 但是scrappy 默认的情况下 它日志是这样的输出格式 明白吗 那么这里就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里会显成root呢 对不对 这是warning 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是时间嘛 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内容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显成root呢 刚刚我们说 这个地方表示是日志输出的位置 root表示是 它是根目录来输出的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明明是在 这样一个idcast在这 poi里面执行的这个程序 它为什么还会显成root呢 对吧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 pipeline里面去用的话 它是不是也会显成root呢 好 因为它也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之所以使用nog这个模块 就是因为 我们可能在整个项目里面 很多地方我们都会 去输出内容 对不对 我们想要清楚知道 当前这个输出 到底是哪个poi文件呢 对不对 这样我们应该再更加方便一些 或者我们看日内会更加方便 否则的话 可能看起来非常麻烦 那比如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不如直接使用poi文件 对不对 我们应该说看不见 当前这条内容 是来自哪个poi文件的 对不对 那为了让它能够达到 刚刚所说的效果 什么效果呢 让它能够在这里显示 当前 这个输出 来自于哪个poi文件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现在不使用nogin 而使用nogin 提供了什么呢 就是nogin这个方法 nogin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传什么呢 可以传出刚刚内母 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实力化的nogin 那后续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nogin这个方法 而不再使用nogin 为什么要使用nogin这个方法呢 因为nogin是使用nogin 得到这样一个实力 这个实力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它在调用tara的时候呢 它能够把我们当前 是哪个poi文件 输出来的这个位置呢 给展示出来 那这个时候 它是怎么做到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们给它传了一个 刚刚内母 那刚刚内母又是什么呢 在当前我们的程序里面 刚刚内母是什么呀 idcast.py 对不对 为什么是idcast.py呢 因为我们当前并没有直接执行这个poi程序 所以它刚刚内母就是它的文件名 对不对 如果我们当前执行的是这样的poi文件 它的刚刚内母是什么呀 刚刚main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现在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现象 刚刚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直接画一个nover 使用这个nover呢 来做后面的warning 这种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区别 是和上面是不是非常明显的呀 这个地方显得是怎么样 mySpiderSpider's idcast 这是不是就是当前 我输出这个内容的位置呀 看见了吗 那同样的 我在pip9里面 如果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也是可以这样来做的 那我们fromlogging 就是implelogging 然后也是一样的实际化 当然这个nover 我们可以使用 从这个idcast里面导入 当然也可以在这里自己重新的 去实际化一个 都是可以的 杠杠name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Spidername这个地方 肯定是等于idcast的 所以说我们nover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点warning 打印什么呢 打印出了新花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了让数据能够过来 我们可以把我们pipeline开启起来 对不对 pipeline开启起来之后呢 数据是不是才会过去呀 那开启起来 那到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pass不要了 我们要的什么呢 要的一个item 这样数据是不是就过去了呀 过去哪呢 过去我们pipeline里面出来 对不对 在pipeline里面呢 第一个 这个地方呢 它肯定进来 对不对 因为spidername就是idcast的 所以说它会 它会输出这种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跑下程序 看一下内容 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22行 暴露错 为什么暴露错呢 因为这里写了两个 废话在这儿 为什么这么慢呢 iutcast的cn 这个网速慢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效果了呀 第一个内容 come from andcast的肯定是我们的spider里面打印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是位置对吧 那后面这个 曲线呢 就是我们myspire pipeline打印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位置给的非常明确的 通过看这个日志呢 我们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当前这个内容 到底是来自哪个po文件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 我们的项目里面可以这样用 那除了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 login 然后imprologger这种方式来用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呢 刚刚我们说了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日志呢 保存在我们本地 供后续其他手中去查看 对不对 那怎么保存到本地呢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参数 叫logfile logfile干什么呢 就是设置我们日志保存的位置 比如说设置保存在当前目录下 log.log在那边去 我们再重新实行一下成绩 看一下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这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那个file 在看一下刚刚成绩是不是跑了呢 但是跑完之后没有任何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日志呢 都保存到本地了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刚刚我们屏幕上出现的内容呀 内容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当我们在这里添加了logfile之后呢 它会把所有的日志呢 全部保存到我们的 对应到这样的目录下面去 或者对应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所以我们在中端是看不到效果的 这是我们在scribe里面可以这样用 那么刚刚有哪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scribe里面可以这样用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普通代码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用呢 那比如说我们定一个noga 对吧 这个py文件 我们再定一个什么呢 nogb 这样一个py文件 那么noga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已经拨了nogin 我们用它的时候呢 如果在一个普通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nogin 然后呢 basicconfig 可以做一个设置 basicconfig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 对我们日志的输出样式呢 做一些设置 就是设置日志的输出样式 那这个basicconfig里面放什么呢 放内容呢 我们可以去 直接它放这个字典 这个字典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日志 这个格式应该怎么写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去百度查一下 然后呢 里面上面呢 有很多人自己写的这个 这种各样的输出样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复制一下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些内容呢 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下 别人的方式 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首先never 这表示什么呢 这是我们日志输出的等级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后面就是format 表示我们日志到底什么样的形式 输出出来 然后这个file name指的是 我们要把日志保存在一个位置 对吧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是不需要保存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呢 给注释起来 删掉吧 先 做了一个事之后呢 我们能够实力化一个logger 等于和之前一样的方法 login.getlogger 然后也是一样成为刚刚name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个main 然后在里面我们使用logger 刚刚这个地方 1.info info什么呢 this is info log 然后再来看一下 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这个现象是什么样子 大家看见这个效果了吗 this is the info log 后面是日期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是吧 好像丑丑的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刚刚我们在里format之后呢 它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们是在这个pure time里面执行的 所以它这个效果 还有这个颜色是高亮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中端执行的话呢 它就不会是这样的红色效果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大家觉得这个 这个样子不好看 比如说这是什么不好看 logger never name不好看 我们不想要它直接删掉 那file name呢 我们觉得也不好看 我们想把它放到框块里面去 那直接加框块在这就好了 那output number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觉得它不好看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它删掉 那个thread呢 我们不想要它 对不对 我们也是可以直接不要它的 直接不要它 加output msg 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直接把它删掉就好了 那后面这是什么呢 后面这是日期 对不对 日期它让它展示在了最后面 对不对 那我们想把它放到前面去 可以怎么放呢 我们到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直接把它放到前面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位置呢 是可以自己随便设计的哈 这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就这个样子的 这是个info等级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 那个a.py的位置 14呢 指的是 我们的这样一个 什么呢 它的输出的第几行的位置 当然我们可以放到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msg在后面 所以我们这些内容 都是可以自己去调的 然后我们只要 自己觉得好看之后呢 就可以了 比如说 那个a.py的这14行 对不对 然后这是zc info this is the info log e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我们这里有个log b呢 我们可以在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from log a input log 然后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用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log 没有必要在每个地方都去实力化 我们只用实力化一次 在别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用它 比如说在这个log b里面呢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用这个log log . warning 那么呢 this is not b 1 2 我们跑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效果 首先样式的时候 之前一样的 对不对 样式和之前一样的 而且这个效果呢 也是有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当我们在一个普通项目里面 在写代码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想要用log日志呢 login这个模块的话呢 我们只用在任何一个地方 来做一下前面这三行的事情 就是做一下配置 这个配置是配置什么呢 配置日志输出样式 然后呢 行李化用nover 那么在后面 任何一个py文件里面 我们都是可以调用 这样一个py文件 调用这样的nover 然后呢 对我们要 打的内容来进行一个 输出对吧 为什么要使用login这个模块 前方我们也讲了 主要是为了让它能保存到本地 而且呢 让它能够告诉我们 当前这个输出 到底是来自于哪个py文件的 因为一旦 一旦当我们的项目 文件比较多了 我们全部都用print 可能我们自己偶尔也会糊涂 到底当前这个输出 是来自哪个py文件的 我们自己也非常不清楚 对吧 这是关于 login这个模块的使用 这个地方大家还有问题吧 我们刚刚给他讲两种 第一种呢 是在我们sgrap里面 login模块如何使用 那么第二个呢 是在我们普通项目里面 login模块该怎么使用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放到 我们的重点里面去 这是我们的 代理9重点 代md 这是login模块使用 首先第一个 是我在sgrap里面该怎么用 在sgrap里面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两个操作 第一个是 login模块 setting 始终 设置 login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warning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 它应该非常清楚 对不对 我们就不在后面多写了 这是表示是我们只会显示 login 只会显示warning和warning以上等级的日志 对不对 然后呢还可以在什么呢 在setting中设置 这个nogfail 对不对 nogfail表示什么呀 表示我们把日志保存在什么位置 对不对 就是当前比如说当前录制下的A.log 里面去 这是设置日志保存的位置 设置之后终端不会显示日志内容对吧 然后同时呢 如果说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程序里面去进行这个日志的输出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imprint login 然后呢 持立况nogger的方式 在任何文件中 使用nogfail输出内容 这就是我们在scribe里面 如果我们要使用nogfail模块 就这三个地方 我们可能需要做些操作 那如果是在普通项目里面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应该imprint login 对不对 那么第二步呢 login.basic.config 然后做一个设置对吧 这些设置呢 有很多这些内容呢 我们直接可以去往往上查资料 根据别人的日志输出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去尝试修改 这是设置日志输出的样式对吧 样式 格式 那么之后呢 我们实力化一个nover 对于login 这样getnogger 然后你们要传上刚刚的im 最后之前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在任何py文件中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团圆都给模式使用 在scribe里面是什么样子 在普通项目里面是什么样子 他们稍微有些不一样 但是大体上来说的话呢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大家后续如果在代码里面呢 也是建议大家这样来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有好处的 对吧 而且我们到处如果都使用print的话呢 这个效果呢 可能我们自己看的时候看的非常图大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个地方的 可能自己看多了之后呢 也是懵逼的 那或者说呢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再去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代码的时候呢 压根不知道之前这个地方 打赢的这段内容 到底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 对不对 可能自己也会糊涂 所以说这是我们之前 给大家在这个scribe的setting里面说 设计nogger之后呢 剩下的一些内容 之前没有给大家讲 所以真理呢 给大家补充进来 那么最后呢 到目前为止呢 相当于关于scribe的基础的一些使用呢 我们都已经学习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去 去看一下 在前面我们到底都学习了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学习了创建一个项目 怎么创建呀 StarterProject加项目名 对不对 那创建扒虫呢 进行spider加上什么呀 扒虫名加上我们允许创建的范围 那比如说扒虫名 允许创建的范围 之后呢 还可能要设置一下这个StarterURL地址 还可以去设置Nog 对不对 那个等级 哪些日志需要出入 哪些日志不想看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我们去实现的出去提取方法 进行说的提取 通过页要的呢 把数据传给管道 那么在用管道之前呢 我们先需要在拍摩单中把它开启起来 开启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ProcessItem里面 通过这个Item呢 接收到我们Scrapy 传过去的这样一个数据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学的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前面我们给大家举的那个ITCAT的例子 它只是爬上一个页面 对不对 那么如果要翻页呢 要去下一页呢 要爬详细页呢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对吧 这些问题呢 我们下一刻来讲 大家先下个休息十分钟